这四把电烙铁 是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现在 最经常用到的 左边两个大的 很多人也叫它焊台 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 电烙铁的性能 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提高的也有价格 甚至有的高的离谱 新年又开始了 在着手DIY小项目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种电烙铁的性能特点 给新手小伙伴一个参考 这是伴随我最久的一把电烙铁 标称恒定功率30W 不能调温和恒温 外热式 加热芯是电阻丝 它包裹在烙铁头的外面 烙铁头是铜或者复合材料金属 焊头有多种形状可选 最主要的是烙铁和烙铁头都很便宜 可是缺点也很明显 一旦焊接面的散热功率 大于它的加热功率 焊锡就没法融化 简单来讲 就是在初大焊点上没法焊接 尤其是天气很冷的时候 现在气温是17摄氏度 看看它的化锡功率和时间 化锡电流 0.09A 功率只有19.8W 化锡用了1分52秒 时间很长 毕竟只有不到20W的功率 在初学的时候 用来焊洞洞板 还是够用的 因为最初 我也是从洞洞板开始的 后来自己做的PCB上面 有大面积的浮童焊点 就有了这把黄花907 标称最大功率60W 可以调温和恒温 内热室 加热心也是电阻丝 头部还有温度碳头 和加热心一起 放在烙铁头里面 烙铁头大多是 复合金属材料 焊头形状有多种可选 总的来说 烙铁和烙铁头价格适中 它能适应大多数焊接场景 除了特别大和特别小的焊点 它最大的优点是 方便携带 适应性强 看看它的化锡功率和时间 化锡电流0.23A 功率只有50.6W 化锡用了54秒 相比之前那把还是快了不少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把电烙铁 后来焊的东西不是越来越小 就是越来越大 对回温速度和加热功率又有了新的要求 于是就开始用文语815P 它带一个热风枪 对PCB的焊接几乎可以全覆盖 它标称有大于150W的加热功率 高频涡流加热 加热心就像电磁炉的线圈 焊头形状也有多种选择 并且也不贵 它也能适应大多数焊接场景 就是便携性差了点 化锡电流平均1.2A 功率有264W 化锡用了6秒 这速度够快了 它方便携带外出 也方便工作台使用 不过价格不便宜 根据实际需要理性选择 现在的元件越来越小 手工操作需要很精细 热铁头太长 不方便操作 这把热铁头超过一个手掌的宽度 这把稍微好一些 但还是太长 这把高频热铁三个半指宽 还是不够短 最后在这个需求下 就开始使用托尔T12-11 这个短短的热铁头 和小东西就方便多了 T12是一类热铁头的名称 它集成焊头 加热丝和温度碳头 这让它有不少优点 虽然焊头形状也有多种选择 但相对会贵一些 还是那句话 根据实际需要 理性选择 这个焊台笨重 不具有便携性 但它有150瓦的加热功率 能插拔的烙铁头 加上短手柄 在台面使用对精细操作会友好一些 化锡电流平均0.69安 功率有151.8瓦 化锡用了7秒 也是相当快的 它的机身笨重 是因为用了铁轻变压器 815P比较轻变 是因为用了开关变压器 这些电烙铁各有优缺点 只是众多工具中的一个 选择一个当下适用的就好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机电匠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关注